这里是杭州师范大学苍前校区27B1区块5A新能源学院 该项目荣获国家绿色建筑二性级设计标识 下面有请工作人员介绍一下环保原理 好的 这边是当时作为新能源学院 他们的一个学院三层以下是作为它的一个教学点 三层以上是作为他们的学院的行政办公楼 这个教室最大的一个有两个亮点 一个是光伏发电还有一个就是地缘乐报 其他的也是相当于基本上都是采用一些环保的一些节能材料 像这些灯所有的教室灯包括走廊灯 不好意思这个门可能暂时打不开 所有的这些教室都是采用LED的环保材料 然后卫生间所有的卫生间这些用水都是市政过来的 然后这边的雨水通过外面的卫生间外面的有个雨水收集系统 所有的整个B区块的一个雨水收集系统收集完了之后 作为一个绿化喷关的二次利用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整个B区块的一个整体的利用 然后这里这是一个空调机房 不好意思 这个空调机房 空调机房它是地缘乐报的一个空调机房 它是通过地下30米的一个那个地垃 属于属于柴冷供暖作为使用的 可能我们现在需要去一下地下室啊 因为它所有的主要的这个设备啊都在地下室里面 好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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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不好意思 这里是地缘热棒空调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主机房 这里是有两台 一备一用的 一备一用 然后主要是供了 14-15号两栋楼 它的原理 我也不过多介绍了 但是现在是刚好 已经是开起来再用了 这里地缘热棒空调 相对于普通的VRF空调来说 它就是更节能 然后利用率可能更高 奔高一点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 这是空的 边上 这一间 这间又关上了 这间是个光伏发电的一个主机房 我们去楼顶吧 光伏发电 这里是主机房 然后楼上是有一个机器在那边的 我们去楼上吧 楼上是 那这个呢 就是光伏发电 光伏发电的一个 这是一个转换机 我们光伏发电的是楼顶 所有的楼顶 所有的这个楼顶 外面都是一圈光能 那个太阳能收集板 通过这里收集电力之后 传到杭州市统一的一个电力局 一个统一的那个平台 然后它根据我们这里发的电量 然后扣除我们的 就是使用的一些电 一些那个电费 期间意味着啊 从19年2月份开始 到现在是20年7月啊 已经共产生电量 应该超过27万 27万千瓦了 然后已经27万千瓦 然后实现了一个碳减排量 超过24万 24万吨 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项目 一个最大的亮点 请问该项目一共有几层 并且能够什么时候投入使用 这个项目呢 总共有两栋楼 每栋楼是五层 然后是三层以上 三层以上四五两层 是作为学院的一个行政办公室 使用 三楼以下 一二三层 是作为教室 教室使用 然后这栋楼呢 是18年跟整个B区块 一起建成投入使用的 这里的光伏发电 可能因为设备原因 当时可能稍微远一点 是19年2月投入使用的 绿色建筑结合气候场地 经济等因素 因地质疑的原则进行设计 近年来 杭州市获得了绿色建筑 商务设计评价标识 的项目 因此也各具特色 感谢观看